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 短信聰 今天我們來討論說 到底這個是叫做引狼入市 還是說判了好久 總算是判到臺灣經濟的 這一個活水終於要進來了 今天經濟部長施言祥先生 他到立法院去專案報告 也是在之前 上個禮拜之前 行政院已經審查通過 要大幅放寬 中國的資金 大陸的資金 來到臺灣投資 如果說這個計畫 馬上要做的話 包括製造業這個放寬的幅度 已經高達百分之九十幾 臺灣的服務業 已經高達百分之五十一 很重要的是臺灣的公共建設 在未來呢 整個大陸也可以來投資的幅度 也高達了百分之五十一 當然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思考面向 也就是說當大陸的資金 要來成為臺灣的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 動力的時候 臺灣難道要說不嗎 可是如果臺灣接受的話 甚至更大幅開放的話 會不會有所謂的國家安全的問題 會不會真的是中了中國大陸之前的整個戰略 叫做打臺灣 不如買臺灣的這個戰略思考 今天我們要好好來討論 究竟中國的資金 臺灣要或是不要 我們先來看看今天 臺灣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一艘搭載十五名船員的海翔八號砂石船 今天凌晨從基隆港出港 兩小時後船身傾斜 曾經試圖掉頭卻沉默 基隆海巡隊貨爆出動救援 救起十三人 但六人急救後不治 包括台積水手楊友仁 大廚林姓良和四名印尼籍船員 反墮胎紀錄片蠶食的理性 多年前引進臺灣時 曾經引發異界及宗教界的大論戰 新北市有一位國中老師 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播放給學生看 由於畫面太過血腥 有學生被嚇到身體不適 校方在第一時間召開信評會調查 也對看影片的學生輔導 人本基金會表示 拿這樣血淋淋的墮胎影片上課 是一種反教育 沒有拿捏好教學界限 LPGA創建者杯高球賽第四天的再成 臺灣女將曾雅妮越打越順手 最後一輪打下六鳥 兩Boogie 四回合總計低於標準十八桿的兩百七十桿 拿下本季的第二座冠軍 也是擬離LPGA生涯的第十四冠 最後一輪比賽三度英語延後 曾雅妮擊出負四桿的六十八桿 七十二動下來繳出負十八桿的兩百七十總桿 以一桿顯勝公里蘭和翠羅蓮 順利豐厚 在開放中資投資半導體面板產業之後 經濟部審查第三波開放項目 包括市場矚目的LED產業 與太陽能電池製造業 也在這波開放項目中 立委質疑取消參股上線 不能確保主導權 經濟部則回應 重大項目必須經過專案審查 中資也不能有控制能力 希望社會正面看待 不過這個議題 當然至少有三個爭議的面向 第一個面向就是我們這次要開放 LED跟太陽能發電等等 這種很高度敏感的產業 第二個面向就是這些敏感產業 之前我們限制中資如果要來投資的話 這個投資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這是針對真的很敏感的產業 如果說稍微敏感的產業 我們投資的這個比例 限制是百分之二十 但是現在 現在行政院 已經決定說放寬到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說你只要不過半 你就都可以來投資臺灣的產業 第三個問題 當然就是最核心的 如果說我們真的讓所謂的 中國大陸是打臺灣 不如買臺灣而成功的買下 臺灣之後 到底這個資金對臺灣是好是壞 是理是必 介紹今天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經濟評論者 馬凱 馬老師 你好 各位觀眾好 資深的財經記者曾建華 大家好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邱俊榮 邱老師 信聰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馬老師 我們先來看看 這是第三波的開放 入資來臺這個投資 不過我強調這行政院 已經專案審查通過了 換句話說今天經濟部長 只是去立法院專案報告 好 那這個時間表馬上就會出來了 那到底接下來馬上要開放投資的項目是什麼呢 第一個製造業要再開放 一百一十五項 現在開放的幅度是百分之四十二 在之後呢 要開放的調整幅度是說 百分之九十七 換句話說 幾乎每一個能開放的製造業 都開放中國大陸能夠來投資了 這個很重要是包括LED 也就是發光二極體 太陽能電池 這些關鍵產業 這個也要開放 讓中國大陸可以投資 而且這個省的投資的比例 從百分之十趴 讓他放寬到百分之五十 不過經濟部強調說 這些關鍵產業 中國大陸的資金 不可以具有控制的能力 也就是他持股 或是董事會的這個影響力 不得超過一半 而且你要來投資 還有經濟部的整個專案審查 這個是公共建設 當然想說 臺灣的公共建設 你不自己來去投資 怎麼會靠中國大陸的資金來投資呢 其實之前就已經開放了 開放幅度是百分之二十四 現在要開放的是超過一半 也就百分之五十一的 能開放的公共建設 都可以讓中國大陸來投資 這個當然指的是非承染 部分的公路 還有大型的物流中心 跟社福措施等等 服務業的部分 也要開放 開放幅度 從百分之四十二 開放放寬到百分之五十一 這個是以經濟部 主管跟公共建設 相關服務業為主 我請教馬老師 這麼大幅的開放 當然我們等一下會談到說 他其實還是有 實質審查的能力的 但是這麼大幅的開放 整體而言 對臺灣是好是壞 我想首先要問一個 比較難聽的問題 今天政府管得了 哪一個產業 我想這三個項目裡面 大概只有中間那個部分可以管 公共建設 是 政府直接在控制 在審查 那個可能比較難管 比較不是比較 比較難 這個被侵入 是 那其他製造業服務業 你說如果他真的要進到 哪一個行業去買哪一家公司 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 事實上我想我們大概今天在這裡 也不需要太講得太客氣了 我們政府的管制能力 什麼時候真正讓人民先任過 我在這兩年 我一直舉個例子 我說這些產業裡面 其實沒有一個產業比資訊服務業更敏感 對臺灣更危險 因為他可以直接掌握機密資訊 而且包括公共部門的 包括大型集團 但是兩年多前就有一個資訊服務業的龍頭 告訴我 他說大陸有五大資訊龍頭 其中三大都在臺灣 對 在臺灣都有他的 他的人 他的公司 這樣的事情 我在公開演講的時候 旁邊做的是經濟部的市長 我就直接這樣 把這話講出來 經濟部市長事後 托人來問我是哪三家 我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沒有人告訴我哪三家 但是如果我們政府的次長級的官員 他都拿不到這個訊息 你說他能管什麼東西呢 如果資訊服務業掌握資訊機密的 他都可以進來 而且唐人皇之進來 五大裡面進來三大 那臺灣還有什麼產業 他不能進去 因為今天臺灣這個人頭文化 已經這個猖獗到 我們已經難以想像的地步 連鎮所最愛的科證 大家都說不行 因為人頭猖獗 那麼在人頭文化之下 你的哪個管制是真正可以管得了 所以我說這些東西做給大家看看 這第一個部分 我要我要舉出 第二個部分就是 其實臺灣這幾年 錢絕對不是沒有 絕對不是問題 中央銀行每天都在防堵熱錢進來 防堵到已經可以說這個手段都用盡了 但是臺灣投資在負成長 所以我們的問題不是臺灣沒有錢 不是說要大陸拿錢來 我們才有錢去投資 而是沒有人要投資 如果我們自己這麼了解 臺灣人都不要投資 你說從大陸跑來這麼多捧著錢的這個投資者 他就要來投資嗎 這完全不合常理 對不對 第三個就是如果他真正想來投資 但是臺灣人都不願意投資 那顯然他就不是為了投資的目的而投資 不是經濟行為 其他不得來投資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碰到一個問題 他竟然不會投資像臺積電這麼大的企業 因為你根本買不下他來 他根本是個跨國的這個企業 是 你花了這個上千億進去 你都沒有任何影響力 但是他如果把臺灣的這個 譬如說資訊服務員裡面 這幾個小的公司買下來 花不了幾個錢 了不起也許幾十億 上百億都已經很了不起了 他可以把完全都掌控了 他要真買的話 他絕對是買中小企業 而臺灣中小企業 我們現在越來越發現 裡面臥虎藏龍 有很多中小企業 他的產品的品質是世界頂尖的 但是他沒有經營能力 沒有行銷能力 也沒有資訊的能力 所以如果我是大陸的這個投資者 我捧著上千億人民幣 我當然是挑這種 這種在臺灣大概挑個十萬家出來 可能不是難事 我捧著幾千人民幣把這十萬家買下來了 還有臺灣嗎 你剩下就是沒有人要 臺灣人也不要的這種渣子 是 要不然就是根本沒有祖國的大企業 那麼臺灣的經濟 他的靈魂就失掉 臺灣經濟失掉靈魂 臺灣還有靈魂嗎 我們還拿什麼跟對岸對抗呢 所以我就提出這三個我的觀察 是 我們來看 到底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不過建華大哥 如果照馬老師這樣的說法 其實不只是悲觀 甚至覺得很恐怖 悲觀的是 就是就算我們今天不要開放第三波的 入資來臺投資 我們也擋不住 這個所謂的十趴二十趴 也是騙人的 他其實所有用一個幌子 找個人頭 或者是所謂的海外資金 這樣子轉一個戶 其實他就可以去持有臺灣 很重要的這些產業 對 第二個讓我們覺得很害怕的是說 剛剛馬老師也談的 如果大陸要來投資 或是他有政治目的的話 他大概不會去找所謂的臺積電 聯電這種大產業 他可能會找臺灣 是臺灣命脈的這些中小產業 中小企業 他用一點點錢 就可以長有臺灣的這些經濟命脈 中小產業 但是我們真的是要這麼悲觀 這麼恐懼的去面對 中國大陸資金嗎 難道他真的不會是另外一個角度 是臺灣經濟的活水 我覺得從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先講 譬如說 我們現在有這個國家安全疑慮的 譬如說是電子交換機 電信設備 在我們現在說不讓他來投資 這已經是被排除在外了 就是說這個電信服務業已經被排除了 是 那因為我們不能讓他參與LTE 就是Long Term Evolution的這樣的投資 可是知不知道我們現在臺灣的這些大的電信公司 已經採購了多少華為公司的設備呢 華為後面是誰呢 是中共的國安部 是中共的工信部 這些真正的重要的 好 那這個問題大家去思考 我覺得我們現在不管是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五趴 五十一趴 這個項目的多少比例 他根本就不是重點 是 他的重點是說今天你會覺得說大陸的這麼樣的 特別是這個製造業的這個國際化的程度 他經過十年的淬煉 他會輸你臺灣嗎 他會看不懂說哪些企業是值得投資 哪些企業不值得投資 其實我們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說 我們已經撐不下去的產業 舉例來講DRAM 這所謂的4D的產業 ES的產業 我們已經做不下去了 過去我們不開放這些公司到大陸投資 因為覺得說我們有很好的技術 過去之後對臺灣的產業有多大的危害 後來發覺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我們去不讓他去投資的結果 這些公司現在產生嚴重的問題 像DRAM虧一千億 虧兩千億 好了 現在我們開放他來 你覺得他有必要來嗎 然後好 我們現在這個LED 或者是開放這個太陽能的產業 別人在這個產業 現在他要去設立自己的國家標準 來作為限制其他的國家 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門檻的時候 是 那麼他覺得我們開放他 你覺得他有必要來投資你的太陽能產業 或LED產業 講的直接一點 我如果說覺得你的臺灣的產業 做出來的產品夠好的話 我買你就好了 難道他自己沒有足夠的資金 或者技術 或者結合國外的先進的技術 在中國大陸搞自己的LED 或者太陽能產業嗎 那我們現在政府 其實我過去很多年 我一直呼籲一件事情 那就是說我們的經濟部也好 經濟院會 我們要把自己的真正核心產業的能力挑出來 在我們還沒有面對今天你所提問的這些問題之前 擬定好我們自己的產業發展的策略 可是我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當然清楚說 如果這個產業是真的欣欣向榮 前途一片看好的話 其實也不用等中國大陸資金 我們臺灣資金其實錢就很多 臺灣就直接投資 那為什麼臺灣不投資 就是這個產業 其實大家是有疑慮的 但是我們又清楚 中國大陸其實除了經濟的這個目的之外 還有很重要是一個政治目的 我的意思是說 也許中國大陸會講說 你那個D-Rain 臺灣政府自己都不救 沒關係 老大哥來救你 換句話說 他其實為了落實所謂的 入島入戶入新的這個政治手段 他很可能拿錢去投資那一些其他商業 不太能夠去投資的這些產業 這難道不也是臺灣一個 可能所謂的正衰起弊的 一個重要活力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我同意你的講法 但是一個部長級的這個 現在部長級的官員 過去負責談判的 就告訴我說 你不要覺得說 老共在表面上 把這話講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說這個我們是讓利也好 或者是說你不行的時候 我們可以互相合作 但是真正坐上談判桌的時候 沒那回事 沒有那回事 他一樣是挑筋減肥 一樣他對於你這些 不管是好的產業 不好的產業的所有的資料 包括財報 你的合作對象 你的所有的這個細節 他都攤在臺面上給你看 就是說你這種產業 你還跟我合作嗎 是 對不對 好 可以 我願意投資你 或是說我願意跟你合作 請問你臺方 臺灣你放什麼條件 跟我其實就是政治問題 所以沒有錯 當我們開放的時候 絕對會有所謂的全員活水進來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有什麼樣的策略 跟方法來擋住 這個包括行政院長 陳聰所講的非經濟的企圖 我覺得我們現在沒有 怎麼樣的武器來擋住 就像馬老師所說的 是一樣的道理 不過邱老師 我們現在面對好多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想開放 人家也不見得會來投資 第二個 這個如果他要來投資的話 他一定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目的 經濟上的 政治上的 再來就是說 我們不管是要開放 或不開放 我們都沒有能力去阻擋 他 我就說 不管我們定十趴 甚至是零趴的話 他都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 進來去掌控臺灣的產業 這個問題是非常複雜的 那各種不同面向 政府現在說好 沒關係 我還是用所謂的行政的 這個方式去實質審查 包括說他如果來投資的話 會不會真的影響到臺灣的 這些關鍵敏感產業 或者甚至會不會影響到國家安全 我想問的是說 那麼不同的這麼多面向 怎麼切 政府該怎麼做 怎麼去思考 要不要歡迎中國大陸資金 OK 謝謝 其實剛剛馬老師講這個非常震撼 所以非常震撼的意思是說 我大概預期他會這樣講 只是這應該是結論 一下子結論就講出來 節目的一開始 我們從今天才開始 要往上面走 對 馬老師剛剛提出來 這個非常務實的觀察 好 那其實這個 錄資的問題 我還記得 但不要說第三波 當初第一波開放的時候 他在一打罵得要命 說還是不得了 不得了 我們有幾個機會 在經濟部開會的時候 其實氣氛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 請大家幫忙想想看 到底怎麼樣 他才要來 為什麼都不來 開放的都不來 OK 所以其實跟剛剛 大家討論的這個情況 有點類似的 所以你開放的 所以其實我們所謂一廂情願 包含信聰剛剛講的 如果他真的來了 可以幫臺灣正摔起壁 也許這也是官員心裡面想的 你知道嗎 但是這也是另外一種一廂情願 是 那他也許來 我們想的這麼美好 我們還是要擔心 因為他根本就不來 但這個東西 我要討論的問題是說 沒有錯 剛剛馬老師的觀察 其實很多都是對 但現在我們即使在過去 即使在扁政府時代 雖然我們知道這個資金要走 這個廠商要走 他透過很多的方式都會離開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形勢上還維持一個管制 那這個東西 這個其實某種程度是politics 你維持這個管制 你好歹讓維持一點信心 或是怎麼樣 都可以 但現在的問題是 政府連這個也不要 沒有錯 實務上是這樣 但是他連這個也不要 他就是反正你要來 反正我也擋不住 就隨便 我比較懷疑的是說 所以沒有錯 我們是擋不住 他如果要來 他要透過人頭要來 當然都沒有問題 是 那你擋不住的情況 你也可以不要動 你也乾脆維持那個數字 為什麼政府 他現在要這麼active 這麼積極的 去把這個數字 突然調得這麼鬆 突然調得那麼寬 這個東西 我一直非常納悶 但在業黨也有很多的質疑 那我們大概就是要想問 這個問題 就是到底他來有什麼好處 剛剛兩位前輩談了很多 但我聽不到 到底他來有什麼好處 我們一般在學理上面來講 我們希望資金來 當然資本他是生產要素的一部分 但是這個生產要素 我們是不缺的 我們希望外人直接投資 我們通常他希望來的 不只是資金而已 他也許有技術 他也許可以帶來生產 與就業 也許帶來一些進步的動力 那你總是要告訴我 為什麼要讓他來 那你說過去 我們這個引進這個美國的資本 引進歐洲的 引進日本的 那個道理 我們大概都可以理解 對臺灣的確有很多的貢獻 但是現在我聽到的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VCD頭講的 我們部長說 請大家正面看待 正向看待 我不曉得怎麼正向看待這件事情 不過邱老師 我想問的是說 剛剛我們其實 那個馬老師跟建華大哥 都有談到說 臺灣不缺錢 臺灣有很多熱錢 沒錯 所以那個8A的彭懷南 其實想破頭 就是如何阻擋這些熱錢 但是這些熱錢 就是只是去炒股炒會 他不去拿來做投資 我想問的是 我們現在如果開放入資 不是讓他去炒會 炒股成為熱錢 而是開放 他直接成為所謂的投資的 這個資金 對臺灣為什麼 不會是好事 剛剛馬老師 執掌那一部分 其實熱錢 當然他本質上 就不是真的要來投資 他本來就是要來短期獲利 但是不要忘了 臺灣還有另外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儲蓄率非常高 我們不需要靠這個熱錢 不需要靠這些外資的資金 我們自己國內的資金 其實就已經足夠 這個就是剛剛馬老師也提到了 我們如果真的這個 這個標的物 這個廠商是很有發展前景的話 事實上我們當然不需要靠這錢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其實透露兩個訊息 我們來看到兩千零九年 中國大陸資金 來臺灣的這個金額 是只有三千七百四十八萬 一零年的時候 這其實都是兩岸關係 變得越來越好的時候 一零年的時候 成長到九千四百三十四萬 那劍數呢 投資劍數從二十三劍 提高到七十九劍 可是很重要 兩千一零年腰斬 整個投資金額 從九千四百多萬 變成是四千三百多萬 換句話說 腰斬還不夠 然後呢 投資的整個劍數 雖然有增加 可是金額是變少很多 但是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投資不管是總金額 或者是整個規模 他其實比起一二年一一年一零年都變得多很多 光一月的時候 所以這個數字其實透露出來說 其實第一個 他佔整個外資來臺的比例 其實是很低的 第二個 他其實是有成長的這個趨勢 我們再來看看 現在經濟部打算要第三波 大幅開放入資來臺投資 不管是製造業服務業 或者是公共建設 當然會有很多疑慮的部分 可是也有人認為說 這部分應該對臺灣 還是一個經濟活水 我們來看看兩種不同的思考面向 行政院通過第三波中資來臺投資項目 製造業新增一百十五項 加上原有的八十九項 開放幅度達到九十七趴 有三十一項持股 不得超過五十趴 最受矚目的LED 與太陽能電池製造業 必須經過專案審查 中資也不能有控制能力 也就是不能任免董事會 經理人 財務人士成員 立委強烈批評取消參股上線 不能確保主導權 經濟部強調將嚴格審查 我們有對於不得 控制力有很大的係數 第一點就是不能超過半數 所以他的比較更嚴格 此外服務業和公共建設 也新增開放二十三項 但是市區快速道路 捷運工程等項目 必須由個案認定 立委認為公共工程開放中資 將引發民眾疑慮 經濟部表示 同樣會要求不得具有控制權 也不涉及核心技術 基本上它是開放非承軟的部分 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開放的都是不涉及核心的部分 經濟部長施燕翔指出 中資來台投資適用臺灣法律 當然接受我國法律的規範 立委要求這份開放名單 應該送到立法院審查 不過經濟部則表示 開放投資項目是行政職權 行政院也已經審查通過 經濟部將會依法嚴格監督 也希望社會正面看待開放的效益 不過毛老師剛剛施燕翔 市部長說的也沒錯 他說雖然說我們看起來 整個開放的這個入資的限制 從十趴二十趴放寬到五十趴 感覺上好像是放寬 可是實際上政府所擁有的審查能力 是更高的 因為針對這些 不管是所謂的稍微敏感 或是真的具敏感產業 政府都有這個所謂的控制能力 他要求中國大陸資金來臺灣 投資的這些敏感產業 他必須是在一個重要前提 也是入資對於臺灣的產業 不具有控制能力的這個前提 什麼叫不具有控制能力 第一個不具有表決權 過半股份的能力 或是他持股 不能超過半數 再來不可以操控公司的財務 營運以及人事的方針 再來是他不可以任免過半 以上的董事會成員 再來是他不可以主導董事會過半的投票權 當然也不可以具備所謂的財務會計準則的 這第五號跟第七號的規定 還有很重要的是 這些投資案件 都是要由政府來去做專案審查 我們可不可以相信這個審查的能力 如果完全不開放的時候 都已經全境來了 你講這個東西有任何意義嗎 你會告訴我 完全不開放的時候 我們管得不好 但是開放很多時候 我們就會管得很好 天下有這樣的道理 畫案為名 他 你畫案為名的部分 還有案 你不可能全 全名 對不對 所以他原來要掌控百分之百 可能還要費點功夫 是 他現在就先掌控百分之五十 剩下百分之五十就一半的功夫 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更 更輕鬆 更容易 事實上 你剛才提到就是 是不是他們有可能到臺灣來 幫助臺灣的經濟 能夠脫離這個困境 能夠震災起壁 這個有點像是這個 這個引狼入室 因為今天兩岸其實是在對抗 也許飛彈沒有真正打過去 但兩岸的確在對抗 這個對抗就是 他想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我們想要維持我們的這個獨立組權 對不對 是 但是當他面對這樣的一個挑戰的時候 他如果有力量要出 他的力量是要幫助你臺灣壯大起來 跟他對抗呢 還是幫助你把你的力量消耗掉 讓你無法對抗呢 您剛剛講的好像是 他一片佛心 拿著錢來幫助你臺灣能夠早日脫離困境 早點壯大起來 來跟我對抗 抱歉我太天真了 沒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事實上 今天我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聽到 從胡錦濤到溫家寶 到對抗辦 每一次只要有一點點說要讓利 他前面一定有句話 為了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哪一個臺灣人沒有聽過這句話 你聽過了 他如果說我今天大量路資局投資 為了完成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你還是這麼高興的歡迎他嗎 而且事實上 像我剛剛所說的 臺灣的這些產業 投資一直在衰退 我們的資本設備進口 連八個月是負成長 臺灣今天已經看不到什麼好的投資機會了 你真的相信大陸人會比臺灣更笨 會拿了更多的錢來吃你都不要丟掉 都丟掉不要吃的這些渣子嗎 有這個可能嗎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第一波第二波到現在為止 每一年加起來不到一億 是是是是臺灣你說要找一億的投資 還有人找嗎 今天臺灣投資者還有人說我要找一億的投資嗎 沒有這種事情了 是是是是 至於剛才看到這個後面這段時間的這個成長 其實我認為是跟陸客開放臺臺是有密切關聯 因為現在這些來臺灣投資的這些陸資 他真正感興趣的就是飯店是就是在景點附近怎麼樣能夠找到一些非常稀有的這個土地能夠讓他變成招攬大陸觀光客的這個最主要的品牌 是我想大概你這這麼多的這個投資項目大概可以去看一下 其中其他部分是如此 可是建華 所以你要說其他什麼什麼像這個四大產業了一下欠了一千億的這種產業 所以要投資幾千萬進來投資他連幾千萬他都不要投資 是是是建華 可是我想問的一件事 就是說那也是臺灣一個困境 我們如果善意的理解政府總要做什麼事情 你總不能說我現在不管是開放或不開放 然後都擋不住或者是控制不了管制不成 然後就什麼事都不做 所以政府決定要做什麼事情 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在於臺灣自己該如何思考 到中國大陸資金這件事情 之前臺灣產業稀進的時候 大家在批評我們被辭息了 然後資金產業就業機會 全部都跑到中國大陸去了 大家很不滿 可是現在呢 我們又不希望中國資金進到臺灣來 換句話說 當我們錢出去的時候 我們不高興 人家錢要進來的時候 我們也不高興 對 到底要怎麼樣 回應你一個問題 對我們開放投資的這件事情 我用十個字把它做總結 就是說希望大陸來出錢養小孩 但是爸爸還是我 就是說我們現在養小孩 已經快要養不大了 這是產業 對不對 找一個養父進來幫我養小孩 可是很抱歉 所有這個小孩 他將來還是要信我 跟我的信 不可以叫他爸爸 不可以叫他爸爸 那你想全家養父也太悲情了吧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的狀況 因為我大概跑產業 大陸才有跑二十年 二十年前 當全世界國際性的資金 要進到大陸的所謂敏感產業 舉例來講 汽車業的時候 他也是一樣 那時候從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最後現在百分之四十九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要告訴全世界說 在汽車產業這部分 我一定要百分之五十一 那時候 我們臺灣很多去罵他說 那你不夠國際化 你沒有信心 所以你要控制 那請問你 我們現在的做法 有什麼兩樣 狀況是一樣的 當然我覺得現在 我要回應 剛剛馬老師所講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現在所有的 從開放中資投資 有這個狀況以來 一到現在全臺灣 只有八億的投資 不只那些 總共才八億 那為什麼他會害怕 這很吊詭的一件事情 一方面 我們又覺得說 他要大筆的錢進來買臺灣 但是一方面 他又很擔心 特別在馬英九總統 在連任之前 那個數字是快速縮小 縮小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今天兩岸 沒有投資保障協議的時候 當臺灣的政治變天 我們現在兩岸的政治狀況 在沒有薄熙來事件之前 他是相對於臺灣穩定的 你今天臺灣變天換黨執政之後 我投資了兩千億或多少 會不會一夕之間產生烏有 對他那樣他要不要擔心 他也要擔心 所以呢 我們要歡迎這樣的人 來幫我養小孩的時候 我覺得他心裡想要的 就是投資保障協議 我們會很多人覺得說 投資保障協議是保障台資 這是錯誤的觀念 真正要是保障的是 入資 因為他很擔心 他錢你進來之後 再過了三年四年 你換黨執政 我可能通通都沒有了 這是為什麼入資 沒有進來的真正 根本的原因的所在 是 邱老師 我們來看這個項目 因為我們覺得說奇怪 怎麼會這些東西 也開放入資 這其實真的 就算政府不做 也應該是臺灣自己民間 要做 我怎麼會變成是開放入資來 不過我們等一下來看 其實你開放了 人家也不來 其實在三波開放的時候 我們這個公共建設 就很多開始 讓中國大陸資金 可以來臺灣投資 在零九年第一波開放的時候 包括民用航空站 還有他的設施 包括旅館 國際的會展中心 停車場等等的 國際商港 觀光油氣設施 入資都可以開放 這是第一波開放 第二波開放是在一一年 也是去年三月的時候 包括航空站 這個飛機場的 這個維修廠棚 還有交通建設停車場 還有環屋 防治設施 污水的下水道等等的 還有國際會議中心 入資也可以來投資 這些公共建設 再來這一次 就是也就今天 試驗想到立法院去報告的 這一次呢 我們整個高速公路的 服務區的公路 也可以讓中國大陸來投資 大型物流中心 社福措施 文教機構等等 都可以讓中國大陸來投資 第一眼看到這個投資項目 我們覺得很荒謬 就是怎麼臺灣的公共建設 是要靠中國大陸的資金 我們才能做 可是如果我們審慎去看的話 中國大陸資金 幾乎沒有進來 就是這從零九年到現在 幾乎沒有進來 這些公共設施 因為他覺得第一個 無利可圖 他來蓋你這些幹嘛 賺不了錢 第二個我泱泱大國 你那個國道服務區的公路 是一個那個服務站 還不是服務站 是服務站裡面的那些路 你才可以來投資 國道當然不能做 因為其實有時候 國道是戰備道路 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絕對不能開放 可是我們連服務區也不開放 是服務區裡面的路 才能開放 所以第一個 我們看到說很荒謬 怎麼臺灣的公共建設 是要開放入資來投資 可是我們省設去看說 其實你就算開放 入資也不來 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其實這兩個層面 第一個當然答案 就是信聰剛剛提到 因為他不辦一頂 他不會來 所以你開放也沒有關係 那一個announcement 但另外一個 就是我想在國際上 他還是有一個重要的宣示意義 就是我們現在都簽了 政府採購協定 這個GPA 所以他必須還是有更多的項目 維持一個這個open的狀態 那你維持一個open的狀態 反正你也不來 那在不來的情況之下 我open有什麼關係 ok 更換在這些項目 是相對其他的東西 真正重大的東西 最後一項相對前面那幾項 其實相對是minor 最前面的 前面 第一波 第一波開放的 是 是 是 更大 是 是 所以連大的都不來 他小的當然不會來 所以就純粹 就這個公共建設 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的這個宣示的成分 是比較大 所以事實上這個東西 也沒有什麼值得擔心 但是我回頭看看我們剛剛這個問題 我接著剛剛的這個問題來看 就是說 今天其實當大家有這個疑慮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 我今天看到整個市部長 在在這個立法院的整個搭訊 他是 他是在守的 大家在問他的時候 他說你不要擔心 我們會怎麼樣 我們會怎麼樣 我們不會怎麼樣 我們不會怎麼樣 但是其實我還是要回到那個問題 到底為什麼要讓他來 好處在哪裡 你有沒有一個積極性的講法 我其實今天為了要來 我還特地去 這個survey了一下 我們的官員 到底能不能告訴我們 大家到底什麼樣的理由 給他來 我大概找到一句話 這句話是我們這引主委講 他說開放這個中資來 是加強策略夥伴關係 那一同開發新的市場 我實在是不懂 這個人非常抽象 是非常雲端的這個術語 那我們當然就不禁想要問這件事情 就是說 現在對臺灣來講 真的是無論是臺灣 或是這個對每一個國家來講 現在都是在經濟非常關鍵的時候 是 那我們過去一直被說服說 為什麼要跟中國加強交流 因為我們有很多互補的 可以合作的項目 譬如說我們有六大新型產業 他們在十二五規劃裡頭有這個 這個七項的這個戰略性的 這個產業 好 那OK 你即使從這個地方來告訴我 也可以吧 你的你的戰略思考是什麼 你為什麼臺灣在這些產業 或是在這個方式 在這樣的這個考量之下 我怎麼樣去搭配他的十二五的思考 因此我做了這些事情 我們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機會 可以有什麼樣的發展 通通都沒有 那我覺得這個師部長是非常可憐 他找不到理由 他沒有辦法說服大家 那也許像馬老師講的 他就是這個一種承認現實的方式 但是他現在必須在這邊告訴大家說 我要開放 但是我要告訴你 你不要擔心 我會很嚴格的審查 他如果想一百五十 什麼什麼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們唯一的感想就是 我們的官員是沒有信心的 是沒有什麼主張的 我們沒有看到什麼 什麼前瞻性的這個說法 所以其實全民會會擔心 還不只是這些數字 這些比例而已 我們看不到 我們的政府怎麼樣告訴我們 帶領我們的這個經濟走到下一步去 這是最麻煩的問題 所以我接下來就要 我接續老師講 我加一句話 就是在上上禮拜 北京在開兩會的時候 他的工信部長在工業 以及信心部長在回答這個 臺灣的這個媒體提問的時候 他就講到LED 為什麼要兩岸要合作LED產業 他講得非常簡單 他說因為相對來講 臺灣的技術還是更好的 那麼我到中國大陸有市場 而且你他就講得很明白 你以後的市場 就在我中國大陸 所以他就是我回應邱老師說 他就給你一個理由 是技術你比較好 市場會比較大 我們合作在一起 然後從那時間開始 LED的股票一直漲到現在 我想要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對岸的部長 他能夠講出 官員能夠講出這樣的話 讓臺灣的股民有信心 而我們的部長 能不能講出一段話 讓我們的股民有信心 或是某一個產業 太陽能或什麼 砰 漲起來 沒有 看不到 我也補充一句話 我覺得這個目前這些做法 他純粹是這個為了內銷 不是為了外銷 他純粹是做給臺灣人民看 是一場政治秀 所以當他跟這個在野黨兩邊這樣 一公一房的時候 好像都煞有債事 其實他都知道 我們玩這個東西 根本是沒有結果的 根本不會有人來投資的 是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呢 就是像剛才邱教授所說的 明知你不會來 所以我就拼命這邊開放 顯示我很大方 我對國際社會宣示 我們是沒有任何的限制的 但是我覺得呢 他其實這樣做呢 可能有一個目的 就是為什麼開放了兩波之後 沒有人來投資 那是不是表示 我的開放的門不夠大 所以裡面有一些 他有興趣的項目 還沒有包含在內 所以他嘗試把門開得更大一點 是 看看是不是越開越大 到最後真的 就有幾個項目跑出來了 吸引他來投資 我想這可能是一個用意 但是如果你這樣做的話呢 對岸就會有一個策略 就是你開得越大 我越不去投資 然後讓你越焦急 所以就開得更大 等到有一天 我覺得時機成熟的時候 我就全部都進去 那我接下來就要問三位來賓 最重要的問題 如果說我們的問題 不在於說 我們投資開放的這個門 太小或是大的問題 那應該就是 是不是開錯門的問題 或是開錯了方向的這個問題 等一下我們要好好來談一下 所謂的兩岸經貿正常化 到底那是什麼意思 而這中間有沒有辦法排除掉 所謂的政治因素 在上個禮拜 有一個更重要的一個新聞 也是行政院長 陳聰先生呢 他已經正式反對 由中國大陸所提出來的福建 平坦實驗計畫 這個實驗平坦實驗計畫 也是公共電視 有話好說 應該是全臺灣電視媒體 第一個討論這個計畫 當臺灣政府正式反對這個計畫 之後兩岸之後整個經貿往來 該如何走下去 是不是臺灣說不 中國大陸就不會跟著玩 還是說中國大陸 整個磁吸消耗會更加的嚴重 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談 所謂的兩岸經貿 好 下一步該怎麼走 莫拉克災後 阿里山遍體磷傷 這個二萬瓶 原來有兩萬瓶 封到現在剩下四千多瓶 山葵沒辦法範圍 做水土保持 臺灣人用短短的一百年 毀掉我們的原始森林 而不知還寫 森林為什麼戰動不斷 阿里山的美麗昭陽 還有沒有未來 今晚十點 公視十三頻道 我們得到為您播出 電調高山青 天團最能啟致的引游 你們的觀眾只有一個人 對 為什麼要 我來提醒你 因為這是一段 我們其實覺得 不想想起來的回憶 天王一生中最大障礙 從小書讀得非常差 就差到可能前日班 分到我們班 我可能會考慮比較長 歡迎回到有話說 剛剛上半小時 我們一直在談所謂的臺灣應不應該更大幅度的歡迎中國大陸資金來臺灣投資 當然有各種不同的見解跟說法 可是在上個禮拜 我們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臺灣要不要接受跟中國大陸 一起來共同規劃管理福建平潭這個實驗計畫 在深思熟慮之後 行政院長陳聰先生 他說不 因為這個部分會陷入叫做一國兩制的這個假象迷思 因此臺灣不跟中國大陸一起玩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臺灣不玩平潭 是不是平潭就不玩下去 另外一個問題是 如果平潭要繼續玩下去的話 那臺灣現在這個態度到底是好是壞 整體而言對臺灣利益勢力勢必我們來看看 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蓮十六號率團前往中國大陸福建與臺商座談 高孔蓮也將前往平潭中和實驗區考察 不過由於中國大陸將平潭中和實驗區定位為兩岸合作模式 還高調向臺灣人才招手 被我方認為有高度政治意涵 高孔蓮強調此行主要是搜集資料 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對岸喊出平潭中和實驗區是兩岸共同規劃 開發經營管理和受益的五個共同合作模式 不過行政院長陳聰在立法院備詢時明白表明 這會給人一國兩制的感覺 陳聰認為如果對岸要談平潭中和實驗區的案子 最好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架構下來談 臺灣官方的態度明顯與對岸有很大落差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則批評 臺灣負責兩岸政策的陸委會 在發展兩岸關係中經常扮演消極角色 陸委會回應表示 陸委會一直努力推動兩岸關係 沒有消極與否的問題 也希望兩岸共同珍惜 這幾年來得來不易的成果 記者章中 張子佳特別報導 我們很快再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平潭實驗計畫 平潭是中國大陸所有的土地裡面 距離臺灣最近的一個島 他距離新竹只有一百二十公里 距離臺中是一百六十九公里 距離臺北是兩百零七公里 現在臺中跟平潭有船對開 從臺中港到平潭 大概只要時間大概是兩個半小時 這個是比較不好的情形下 開快一點兩個小時 從臺中可以到平潭 現在也規劃說你開著車 自己的小客車 或者是甚至遊覽車 你坐到臺中港 整臺車就開到平潭 不用換照 然後司機一樣是共同司機 在平潭不管是開會 或是去旅遊觀光 然後再原車回來 不過這個當然要臺灣政府的一個同意 我們再來看看平潭 有一個叫做超大膽的實驗計畫 第一個他是兩岸距離最近的 然後再來是兩岸最方便的 整個船程只要二點五個小時 這個其實可以取代小三通的 這個交通時間 四大產業十四個領域 通通要對臺灣來開放 要全面吸引臺灣 人車禍可以自由往來免換牌照 也免換車牌 再來是稅率最低 他可能會比深圳 或是浦東更低的一個稅率 條件最好 限制也最少 要對臺灣讓利讓利讓權 然後你拿臺灣的 不管是什麼樣的一個證照 只要臺灣是真的許可的話 在中國大陸那邊 在平潭就可以直接職業 然後很重要官讓臺灣人做最重要的 這個所謂的副主任級的 可以讓臺灣人來擔任 然後現在要招聘大批的臺灣人去當地去做管理的 這個階層薪水還不錯 但是臺灣方面說不准 因為如果過去的話就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然後臺灣的媒體也可以在平潭落地叫做先事先行五個共同 你先來了 那到底要怎麼做呢 再說然後我們共同來規劃 共同來管理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平潭實驗計畫 平潭是一個位在福建省東邊的島線 面積只有三百九十二平方公里 大約一點二個臺北市大 總人口還不到四十萬 常住人口也只有十三萬 從前交通不方便 土地不肥沃導致人口嚴重外流 平潭從前是個小漁村 一九九六年是對臺軍事演習的炮口 而現在這裡變成了對臺灣的實驗區 中國這幾年快速崛起希望在平潭推動一個二十年的大型實驗 希望把這裡打造成為一個兩岸共同家園 實驗區還找來了臺灣的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進行城市規劃 平潭的建設速度很快 不到一年時間已經填海造路完成一座跨海大橋 目前也已經有臺灣的企業在當地投資設廠 只是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經濟的背後又充滿了政治目的 因此也讓陸委會趕緊說清楚立場 強調政府跟對岸 絕對沒有共同規劃 期盼中小企業別被誤導 毛老師我們在上次談這個 纏了兩次平潭 當然我們甚至還邀請到冠傑集團的總裁 宣建生來這邊跟他做一個很深入的訪談 我沒料到中華民國政府會這麼快 就否定平潭計畫 這麼快就說這個叫做一國兩制 所以臺灣不跟你一起玩 臺灣不跟他一起玩 臺灣好像是對的 對不對 首先我們可以反思一下 臺灣有沒有這個勇氣敢在臺灣開個打出來 說是讓大陸跟臺灣共管 有嗎 我想從西邊出來都不敢 所以為什麼不敢 我們怕就是 如果你一開了 他就開始進行統戰 他大量的這些經濟力量 政治力量介入 到這個地方就被他掌握了 對不對 那麼我們如果有這樣的疑慮 而他把他開放了 你不是正好就反過去 你還做這些事情嗎 OK 這是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觀察就是 陳院長說這叫做一國兩制 我想他需要把一國兩制的定義搞清楚 一國兩制到目前為止 他的定義就是 一個中國裡面有一個大陸 有一個香港 香港是地方政府 大陸中央政府 是要一國兩制 香港本來不是大陸的一部分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把它變成地方政府 所以他才有一國兩制 你不能說中國裡面 山東省一國兩制 你不會這樣說 對不對 那一定是他一個外在的地方 他拿來讓他成屬 變成地方政府 才是一國兩制 那麼平坦是臺灣的嗎 如果平坦是臺灣的 歸中國大陸管 然後稱中國大陸是中央政府 那叫一國兩制 平坦不是臺灣的 你憑哪點說他一國兩制呢 我說這個這個腦筋不知道思維是 從哪裡跑出這個這個字眼出來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其實你現在看兩邊不斷地在做各種對抗 在做各種競賽 對不對 可是你看大部分競賽 臺灣都占上風 我們民主是上風的 人民素質上風 文化是上風的 然後產品的精緻度是上風的 技術是上風的 如果兩個競賽者 一個永遠跑在前面 一個永遠拖在後面 讓你說我們擔心被他統戰 你說起來不是很可笑嗎 是 不是好的人統戰壞的人嗎 弱的人是統戰強的人嗎 所以如果他今天說 我開放這個地方 兩邊來公平競爭 當然好的出頭 好的生活壞的 是 那就表示這個開放的這個平臺 到最後變成臺灣的 臺灣人主導的天下 你何樂不為 你甚至政府應該有這個勇氣 當他說我一切都開放 然後雙方平等 共治共管的時候 我們就把臺灣的精英都丟下去 我主動出擊 我就把這個島就實質上佔領 然後在這邊把它變成臺灣的樣板 換我們去 讓他變成一個民主的一個火種 我從這個地方 向整個中國大陸擴散 臺灣能在這個上面玩多少的把戲 做多少的事情 所以馬老師你認為現在陳沖太快說不了 他完全不懂 我們也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進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包括我們上半段談的所謂的到底 我們該怎麼面對中資 以及現在我們要談的臺灣 到底要怎麼面對實驗的這個福建平壇計畫 高雄吳先生你好 你好 那個我想 我聽過一句蠻有意思的話 說做唯一但不要搶第一 那我想說 因為之前在公視新聞有看到說 那個在南非塔班還塔爾 就是舉辦全球氣候變遷會議 那個加拿大這個擁有北極圈領地的國家 可是他卻強烈地反對其他那個金磚四國提出來的東西說 你們說我們已經夠節能減碳 但是你們還沒有節能減碳 我現在想的是說 就是我們要搶的唯一就是這個唯一 就是從事節能減碳的產業相關的產業 剛剛剛剛中產串場的時候 就是有有我們的導他們的那個 那個是所有那個學徒保持的問題 那我們就農就把學徒保 就是把做綠能產業 當作一種很長遠的行業 所以你還是認為說政府應該積極去推動 包括綠能跟所謂的節能減碳的相關產業 還有農業 還有農業部分 臺北謝先生 你好 請說 請問那個開放入資投資項目 是不是也附帶條件 可以讓臺灣的產品在大陸 能夠有銷售商品通路的權利 是 就像LED共同開發 另外那個平臺 平臺那個經濟特區 一般主管是怎樣產生的 比較公平 就是極限在副主管這個層級 謝謝 臺南蘇先生 喂 現場來賓主持 我想關於要不要開放平臺 我覺得當時那兩集沒有開放扣印 是很可惜啊 因為我覺得應該會有很多人反對 因為雖然說我們現在執政黨是比較鼓勵統一的嘛 但是他基本上他就違反了那個我們現在中華民國的憲法 可以在那邊當官嘛 對不對 總的問題太多了 而且我們現在就像馬凱老師說的 他今天說非常 中肯非常好啊 就是現實 然後我們現在也知道中國跟臺灣的關係是一種建合 但是一方面他很明顯就是以實質 實質的東西就是有一點用經濟的方式來追究統一 我覺得我們身為民主國家 我們專家當然是訓練有蘇菲長的博士 我們也非常尊重他的專業 但是我覺得人民也不是笨蛋 當然 人民他可以你資訊一定要公開 就算是政府也一樣 那還有人民去攻斷 然後可能的話像這種大事 公投是必然的 拒絕公投的話 我覺得違反民主 OK 謝謝 謝謝 邱老師那我直接問你 你是否肯定陳衝院長在很快的時候 就拒絕否定反對平坦時間計畫 我接著馬老師的話講 就是這兩點考量 這馬老師的這concent的層面真的蠻廣 連政治的這個都考慮進去 我三個意見 第一個就是對平坦 其實我不樂觀 那不樂觀的原因很簡單 不要說是平坦 整個海溪 當初倡議的非常非常的熱烈 我們在很多的政府部門 也花了很多的力氣 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有一個機會 跟這個海溪會的這些官員 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其實大家私底下都是 感覺只有一個就是海溪不需要坦 大概沒有什麼機會 大概是這樣 那也許海溪 海溪是十二五 很重要的一個計畫 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我們說經濟 他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現實 就剛剛我們在這個背板裡面看到的那些項目 如果作為一個生意人 作為一個這個廠商的話 其實我看不到什麼好處 我看不到什麼利基 你可以看得到人口不多 土地範圍不大 基礎建設不好 我也可以看到就坐船兩個半小時 OK 坐船兩個半小時 對我是什麼好處 我不知道 這個對投資人來講算是什麼優點 我不知道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點我想講的就是說 雖然現在這個陳院長這麼快去否定平凡的這個提議 但是我個人認為 如果說這件事情在在中國大陸政府裡面 還是一個蠻注重的一個這個案子的話 可能我們將來在談ECFA的這個後續談判的時候 恐怕陳院長是希望把他放在ECFA裡頭談 我的擔心是他恐怕不會放在ECFA裡頭談 但是會在ECFA裡頭把這個東西當作夭協 你非得來跟我談這個東西 不可 所以平談就是瘦漏金 你不談這個就沒踢法 我才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是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觀察是從今年一直 我們是有點一廂情願的 一直想一直在談 說我今年開始要談這個後續的這個談判 但是我一直觀察這個這個中國大陸政府的態度 我覺得沒有那麼積極 是甚至還說我還聽到一個這個可能的說法 就是說很多的FTA 也沒有什麼開放好幾坡這個早送清單的事情 他已經有點在威脅的意味在 不過那健康大哥我要請教你 然後我們也許很快來看一下 陳聰院長 他怎麼樣看待平潭計畫 他說這個民用航空站跟設施 國際商業碼頭 這個附加價值等等 其實不是那麼好 所以其實不用再去那麼看重平潭計畫 在經濟上恐怕也不是那麼會成功 特別是一國兩制 政治上因素 也不得不考慮進去 經建會主委 他說平潭當地落後說 我們說明北福州話 我們說明南話 這也不通了 其實大家都講普通話 這個語言不通 也不是成道理 那目前條件還沒有成熟 提醒臺商要審慎評估 陸委會的說法是說平潭實驗區 是依照一國兩制的原則 然後八成的國人不接受一國兩制 所以不要進去 但是我想問的是說 陸客觀光來臺觀光 這難道不是統戰嗎 師母於氣作難道不是統戰嗎 然後國臺辦的這個副主任 他來臺灣走透透 然後比宋楚瑜還厲害 這難道不是統戰嗎 那那部分我們可以允許 可是回到所謂的中資來臺 來臺投資大不亢 辦官 我們就不允許 臺灣要再去平潭 我們也不允許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兩岸經貿正常化 到底該怎麼走下去 我們這些偉大的長官講的話 我都百分之百同意 他講的是完全正確的 那麼但是我也反過來想 就是說假定我是個生意人 那麼非洲土人的土話 我不會講 可是如果說我能到那邊賣鞋子 我也要去學 學了 他們都不穿鞋的 我把鞋子賣給他們 我只要學他們講的話 對不對 所以那個都不成理由 我非常同意 剛才我們的這個觀眾朋友 打電話來一個邏輯 他講說 那麼我們臺這個 他希望說 我們去開放投資的時候 擁有銷售 在大陸擁有銷售的通路權 這是一個nego的觀念 我們明明知道說 平潭這個事情是 他的政治的假耳 那我們可不可以 把他當成假耳的觀念 來跟他nego呢 我可以跟他講說 平潭不好 我們要請你給我一個 更先進的各種五通一庭 三通一庭 基礎建設都非常棒的地方 你開放給我 你明明知道他講的是假 古老森林的峽谷深處 穿越非洲列谷的平原 一群與世隔絕的星星 他們絕地求生 冒險生存的感人故事 峽谷的地理位置 左右著星星家族的命運 三月二十二號 周四晚上十點全記錄 星星峽谷 就在公示十三頻道 誰才是女神代表 新一季誰來晚餐 邀請夢幻嘉賓 徐若萱共進晚餐 即日起至三月二十五日 上匹科邦官方部落格 參加與徐若萱心跳101 留下你最想問徐若萱的問題 就有機會讓他親自為你解答 還可抽五星級飯店住宿券 誰來晚餐三加一 即日起每週五晚間九點 全新開羅 工作再忙不忘生活 三月好節目不錯過 全新一季的誰來晚餐 因為小朋友還小 太太還很年輕 這太太一來 今天早餐 誰來晚餐三加一 回顧人類災難 面對可能挑戰 才能防範未染 十點全記錄 日本三一一海嘯周年回顧 小漁村災後日記 三一一生還實錄 天才眼光科學辦案 永遠的名偵探 經典電影院新世紀福爾摩斯 大型輕裝京劇 八山秀才 追憶七零年代 林曉龍的阿渣一生 小巨蛋的古典歌劇 阿依達 東方契樂的新風帽 無極 都在公式表演廳 三月最期待的是 都在公共電視 101年第一次 中華桌球博手排名賽 公需要你看桌球拿大獎 趕快到Facebook公式 HighHD高畫質頻道 粉絲團按讚 成為粉絲之後 並留下一句話 就能參加 看桌球拿大獎活動 獎品有合作金庫球衣 第一銀行銀幣 活態人壽紀念品 以及新習體育 所提供的豐富獎品 趕快到Facebook 給HighHD按個讚吧 《漢唐樂府 韓西仔夜驗圖》 《漢唐樂府 韓西仔夜驗圖》